而且我真是從看才發現 布卡和麥克幾乎每次都能憑藉 99式的戰鬥技巧和反應能力 順利擊敗反派 即便他們的對手是持槍的大人誒 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實驗品 小時候去大賣場呢 我最喜歡去的地方就是童書區了 在那直排書架的下面 總會有那麼一群平日吵吵鬧鬧 信誕卻安安靜靜的小孩 每人人手一本 而且都是那種大本漫畫 你問他們在看什麼 那答案發久不離遲 都是《尋寶記》或《科學實驗王》 這系列的漫畫 如果你也是當年住在我隔壁的 其中一位麻煩留言區讓我知道一下 沒錯 今天的影片就是要來盤點一下 雖然不是動畫作品 卻在我童年占據重要一席之地的 《尋寶記》系列 好的廢話太多進入正題 《尋寶記》系列呢 其實全名應該叫做 《世界歷史探險》系列 是由三彩文化公司出版的 學習性韓國漫畫 話說三彩當年也是刺詐一詞啊 由江俊校負責插話 Story A、Sweet Factory等團隊協力編劇 這裡稍微講一下Story A這個團隊 他們同時也是《科學實驗王》系列的編劇團隊 不得不說是真的猛啊 美籍以國家為單位 尋寶為主線 單集和單集之間除了人物外 劇情不強制性連貫 所以呢 這系列就不像《科學實驗王》那樣 有一個固定結局 而且會在劇情中穿插大量 對於該國的風景、人文、歷史詳細介紹 是當年許多家裡不給看漫畫小朋友的天堂 原本作者在2017年4月結束了《世界歷史探險》系列 最後一共發行了35集 從第一集的伊拉克到第35集的捷克 然後我這裡補充一個我寫文案的時候發現的冷知識 這套書同樣也有在大陸翻譯出版 只要原本應該完整的35集 卻像《骷髏魔法師》一樣遭到強行刪減 只有33集 那少了這兩集呢 毫不意外的就是台灣跟中國這兩集啦 但由於後續讀者的強烈迴響 又開設了《世界城市探險》系列 和《世界文明》系列 城市系列我沒有看過 歡迎熱心民眾底下補充啊 但這個《古文明》系列就比較有趣了 就問你有沒有看過《風巴巴》當主角的漫畫? 除了漫畫本身稀有的學習性之外 在《尋寶》這個主題上的描寫也很有趣 設定上是有著印第安娜瓊斯 或《神鬼傳奇》系列的冒險探案風格 結合當地的歷史文化背景 尋找古代寶物的主旨 在那個年代還是非常熱門的 啊當然 也不是每集的寶物都是意義上的寶藏啦 比如在《巴西尋寶記》中 最後的寶物就是冰尾絕種的黃金蝉蝠 以色列尋寶記中則是猶太教的禁禮池 除了有趣的主題外 設定鮮明的角色們也絕對是這部漫畫歷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提到《尋寶記》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主角之一的布卡拉 作為雙主角之一的布卡拉 雖然平日是貪吃愛玩的屁孩形象 但豐厚的學士底子 加上對寶物的超準直覺 敢想敢做 膽大心細 是主角隊中穩穩的行動派 在許多集數中都可以見到他的活躍表現 雖然和麥克一樣是教科文組織認可的天才少年 但布卡多了一點機靈 譬如在日本尋寶記中 又魔術道具假裝砍自己的手指 成功拖延時間 和麥克鬥嘴的日常也是非常有愛 在埃及尋寶記中兩人是第一次見面 就看對方非常不順眼 但後來因為被瘋巴巴假扮的伯爵 踢出考古現場 才正式讓兩人結盟 然後又馬上因為要叫布卡麥克調查隊 還是麥克布卡調查隊吵架 真的是有夠幼稚的 然後其實我小時候一直看不懂 這個369遊戲到底在幹嘛 我現在終於看懂了 不像麥克容易緊張 布卡反倒是在危機時刻會比往常更冷靜 兩人被綁在地下墓序的時候 全靠布卡戰略輸出才得救的 然後也是在這裡獻出彼此的初吻 真的是太可愛了 雖然兩人看起來勢均力敵 不過布卡卻有一項麥克望塵莫及的優勢 那就是女人緣很好 在泰國尋寶記這集中 因為舉辦聯合國的頒獎典禮 所以世界各地的朋友們都來了 當然也包括布卡的女朋友們 伊拉克的菲菲 日本的小燕子 中國的春麗 當然還有法國的凱瑟琳 她的戲份意外的超多的 居然還在義大利尋寶記中有自己的成長線 麥克看了止汗嫉妒 可能是發現有點太偏心 中期麥克單獨出場的次數 突然急增 但即便如此 我弟還是覺得 感覺就是布卡這個主角 麥克感覺就很像配角 同樣身為尋寶王 麥克的優點缺點一樣 都很明顯 冷靜的性格加上理智的頭腦 是麥克作為尋寶王最強大的武器之一 這點在一開始找線索的階段尤其明顯 暗發現場的打火接地上的車痕 都是經過麥克仔細觀察後收集來的線索 在尋寶的過程中 也盛常前後推理分析英國 再加上過目不忘的驚人記憶力 是妥妥的頭腦派 不過但是 不幸的是 麥克不但有懼高症 而且還很容易緊張 一緊張就絕對會出事 也因為這樣 在西班牙和奧地利 分別丟掉了西洋棋和小提琴冠軍 而且西洋棋比賽那次超衰 是因為布卡打電話來問智障問題 所以才分心措施機會的 哦 雖然女人緣不如布卡 但男人緣倒是很不錯 表面看似競爭 但實際上兩個人的感情根本好到不行 在麥克尷尬或找不到台階下的時候 布卡總是會對他伸出援手 在土耳其尋寶季中 麥克聽到布卡在地下城失蹤的消息 都急哭了 證明這兩個人是真的很要好啦 至常的互損只是兩人的有愛互動 歡喜冤家的設定 現在回去看 真的好可愛喔 除了互動頻率有對上之外 兩人對於文化遺產的重視和決心也是一致的 所以才能多次聯手擊敗寶藏獵人 這樣的想法也是這部作品想要傳達的核心價值觀之一 無論今天發現的是黃金還是廢紙 是青蛙還是水池 這些寶物珍貴的是背後的文化歷史價值 而非現金 而且我真是從看才發現 布卡和麥克幾乎每次都能憑藉 99式的戰鬥技巧和反應能力 順利擊敗反派 即便他們的對手是持槍的大人耶 瘋巴巴這種心腸軟的就算了 像傑森之中寶物獵人或瘋塔納這種CIA探員 布卡和麥克都能冷靜應對 附帶一提 雖然劇中沒有很明確的設定 但是布卡和麥克的年紀應該是鑒於10到12歲左右 也就是國小五六年級 這就是我和天才少年之間的差距嗎 說到一場精彩的冒險 怎麼可以少了反派的登場呢 看過的都知道 這系列基本上都是免洗反派 然後就偷走我的心了 帥氣的外表得體的禮貌 而且他還是 在後期傑森出場次數大增 和瘋巴巴不同的是 傑森是徹徹底底的寶物獵人 在他的眼中寶物就只是滿你的代名詞 雖然了解其背後代表的文化意義 卻完全不尊重 可以說是系列中最邪惡的反派也不為過 甚至還會不擇手段傷害他人 譬如在紐西蘭巡寶記中 傑森就試圖拿國寶作為交換籌碼 要求地方居民給出土地的開發權利 在奧地利尋寶記中 不僅用自己的美色誘惑微微安 還把管風行師打到住院 所以其實有傑森的疾數 感覺都會有點沉重 但另一位反派瘋巴巴就不同了 首先就是這個名字 不能不說取得真好啊 就給了一種又蠢又壞的感覺 雖然在這部作品中 當反派的次數是數一數二的多 但不像傑森對寶物獵人有著異常的執著 瘋巴巴其實只是想過好日子而已 在西班牙尋寶記中 他就試圖用美色棒上富婆當小白臉 但這集最後 從接近分子手中救下麥克德 也是瘋巴巴哦 這裡超帥的 由此可見 除了看跟班日常耍白痴之外 瘋巴巴其實並不是一個冷血機器 和這部漫畫的輕鬆搞笑風格 也是一拍即合 然後這裡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集的瘋巴巴長什麼樣子 他後來的畫風簡直就是整形 before after的差距啊 然後順便講一下瘋塔納好了 可能是因為在CIA待過 瘋塔納其實蠻狠的哦 大概是會把小學生掛在直升機上 甩來甩去的那種程度 但由於比較笨 所以每次都被布卡麥克耍的糞 那接下來補充幾位雖然沒有美籍登場 但也是讓我印象深刻的配角們 羅拉姐 一個看透世間各地的美男子 才是寶藏的花痴研究生 不過與此同時 你也不得不承認 羅拉姐的花痴 其實救了大家不止一次哦 在埃及和土耳其 都是這樣誤打誤撞成功擊退反派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第一集的羅拉姐 哇 這後面是得罪會師了嗎 基本教授和安德魯博士 作為布卡的叔叔和邁克的爸爸 也是相愛相殺一敵一友的關係 在墨西哥群寶劑中 也有對這兩人的友情線加以琢磨 在世界文明系列中 有青年版本的故事線 感興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我前一陣子去書店的時候 還有看到整套的尋寶劑 然後圖書館現在也都是要預約才能記得到 看來這系列依舊火熱啊 雖然無法否認當年看這系列 更多的就是想看漫畫想看劇情 有字的地方都跳過 但這並不妨礙尋寶劑給了我一個快樂又充實的童年 只要你認識布卡邁克這兩個主角 我們就是朋友 就能和別人侃侃而談的時光 知道Ebay是什麼東西 知道金字塔入口長怎樣 還知道 除了在我居住的城市國家外 還有這麼大一個世界 在地球的彼端說著你聽不懂的語言 拜著你不認識的神明 和你有著不同的膚色口音 對啊 這個名為世界的東西 好神奇啊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經過今天的回憶複習 你最喜歡哪位角色呢? 印象最深刻的又是哪集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和我分享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或追蹤我的IG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